好 我來看一下 那坐在這個地方 可能我的老伴在團勤 我可能看著書 其實旁邊還有一個 很棒的端頸陪著我們 其實這一個是一個柱子 它不是一個 所以我們特別把它修飾起來 等一下 這是一根柱子喔 對 沒錯 這柱子很大耶 我們可以把它修飾成 它的一個優點 製造一個端頸的一個效果 所以這個線板的運用 我們又可以看到 它這次用的是 更有這個想法 因為它用弧心的線板 把它修成一個圓對不對 沒錯 不是只有這邊端頸喔 其實在兩邊側邊 也都可以隨屋主的喜好 擺你所喜歡的一些裝飾品 打個燈下去 這個角度看過來 它也是一個端頸了 沒錯 沒錯 所以在這樣子的開放空間 我們可以讓這個圓形 它可以變成一個整個空間 也是一個焦點 我近來我覺得這個地方的屋高 是非常舒適跟寬敞的 其實天花板 雖然我們沒有做太反覆 可是設計師做得 非常的精緻跟質感 對 我們在天花板上面用了多層次的線板 以及一個線條 那再帶一點那個間接的照明 所以把整個柱子的部分都把它修掉了 我想幫妹問一下 這一根是梁柱的部分嗎 對 這根本身就是梁柱 我們完全沒有做任何的修飾 那你是在梁柱的上面可能多了一些線 然後把那個層次做出來 對 沒錯 所以讓整個線條可以更俐落一點 可是我的感覺 我真的不覺得它是梁柱 我反而覺得這是你刻意做出來 空間這個區隔 天花板上面的區隔 我反而不覺得它是梁柱 所以用線板跟梁柱這樣的背方式 真的修飾得非常驚奇 很漂亮 所以那個也是囉 對 沒錯 所以你看到的這幾個 那個大區塊的那個柱子 其實都是本身它的良味 所以各位 我們現在看到 梁柱用這樣子的方法來做修飾的話 它本身的質感也會很好 而且說不出來 就是天衣無縫 巧頭天功 OK 那接著我們走來的這個地方 其實它是玄關的區域了 它跟公共區域也算是合而為一對不對 對 沒錯 所以我們在整個公共玄關的部分來講 也是以整個白色系為主標 設計師 那在玄關的部分 你做了什麼樣的規劃 這個玄關有鞋櫃 以及穿衣鏡的設計 那像這一道牆壁呢 它有一半柱子 一半是鞋櫃的規劃 所以一邊是做牆面的裝飾 另外一邊就是全部放的是鞋子 對不對 對 沒錯 其實兩個人的收納量 這樣是綽綽有餘了 OK 而且方便的是 這邊就有一個穿衣鏡 不過我一直會覺得 鏡面這種東西感覺是比較現代 你怎麼把它融到新獨點的設計 沒錯 所以我們在鏡子的周圍 我們做了古典型的線板的壓法 那整個修飾多層次的那個線框 讓它帶出整個古典型的設計